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來說說 殺破狼裡的破君心 上一集七煞星介紹 還沒有看過的朋友 可以去點一點右上角 另外還是請大家幫小姐姐 去按一下關注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小姐姐 為你們帶來的精彩節目喔 大家也可以在IG上面 找到小姐姐的 那可以獲取更多 紫薇斗樹的小知識 破君心在紫薇斗樹裡面 是用破綿將軍來稱呼他 他所擁有的是上天賦予他的破號旗幟 讓他可以擁有行使破號的權利 所以不論他走到哪個位置 所帶來破號的力量 都會讓你有一種 無法改變的無奈跟接受 尤其是如果他進入了六卿的公位 那才是吹響了你跟六卿之間的 消耗戰的號角了 這場戰役 必定是讓你傷及心肺 終身難忘的 所以當他出現的地方 就是你要小心留意 更謹慎的地方 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會讓你又勞心又費神 既蒼白又無力 昂首無語問蒼天了 當然破君也有他很強悍跟堅韌的一面 很多成功的人士 他們都是這個心素的人 那他們有很堅強的意志力 非常人的那種堅決的耐力 還有貫徹執行的行動力 他是在社會上不可或缺的 再生跟重組的推手 他們能夠打破成就的思維 然後注入一些很新穎的計畫跟方案 那對於推動國家跟社會前進 他們是最大的力量 當破君心在你的命攻 它是代表智慧的象徵 在命攻的人非常的聰明 那破君心的特性雖然是破號再見 但他們是很喜歡求新求變的 在追求刺激跟勇於突破 他們是很利於開創新的局面的人 但破君心的破號它並非一次性的破壞 而是他們會在每一次的失敗跟挫折中 學習成長並且從中吸取經驗 讓他們自己越來越向上發展 破君心的朋友生性比較好動 性質很急做事很果斷 說做就做好不猶豫 做起事情來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他們也具備了很強的創造力 但是因為很聰明 偶爾還是會想要做一些投機的事情 那他們是很喜歡自由跟冒險 不願意被拘束 常常被人家看作是驕傲跟獨斷 但他們其實是很有創意 並且很有毅力的開創型人格 好 接下來是父母功有破君心的人 可能常常在家裡面你會看到爸爸媽媽意見很難溝通 彼此的互動總是很難找到平和的時候 因為父母當中有一位會比較獨斷獨行 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們常常會有意見不同的狀況發生 破君心在父母功的你 同樣也會和他們之間有溝通上的問題 雖然你已經算是口才不錯的人 但是對他們而言你說了跟沒說一樣 真的是有點傷腦筋 你的父母呢通常具有很強的觀察的能力 但對你們會較為嚴厲一些 他們也會帶有一些情緒化的特性 也因此會降低了家庭的和諧度 這顆星星進入到了父母的公位 就需要你用更多的包容跟理解 才不至於讓彼此的關係更為緊張 當破君心進入福德宮 首先影響最大的是 精神上會讓你比較難得到安穩 也就是你的腦袋每天都有很多的思緒跟想法 一堆子的計畫想要去執行 讓自己疲於奔忙 精神也就難以得到安穩 破君心在福德的人 他們常常會有自尋煩惱的問題 也是因為想的太多而憂慮過度 對周遭的人他們的要求也會比較嚴格 因為憂慮的事情多 也會讓人覺得他們會比較唠叨一些 如能在事前有計畫與規則的去執行或安排 才不至於讓自己會手忙腳亂 這樣的方式會讓自己做起事情來 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接下來是破君心 如果進入到了你的田宅工的話 在住家的附近比較會有夜市或市場之類的生活環境 另外破君心進入田宅的人 如果集心匯聚則會有機會繼承比較多的家產 而若是沒有集心的話 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機會會比較多 破君心做田宅工的人 只要時運或者是流年走到田宅位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會需要煩惱房子相關的事情 例如你要搬家 要裝修房子之類的事情 接下來是破君心進入官路工 他代表的是開創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那因為破君心他具有變動的性質 他進入到官路工這個位子的話 開創事業的時候就會比較辛苦 而且穩定度不高 膽大的他們是非常適合從事創意比較高 或設計相關的行業 還有就是學習專業技能 或者是像環保再生的行業 也是他們可以從事的工作 破君心的性格對事業是很有憧憬的 那他們很勇於開創新局 也是他們的特性 因為喜歡自由發揮 但常常會容易有好高霧遠的想法 是要避免這種投機 或者是僥倖的心態 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是蒲藝宮 當破君心進到蒲藝宮 蒲藝宮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交朋友跟合作夥伴的公位 破君心進入到這個裡面就有破號的意味了 那當破君心進入了蒲藝宮這個位置 你所吸引來的朋友或者是合作的夥伴 他們通常是比較不可控制的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朋友 你們就要小心 因為朋友給你們帶來破財的機會 或者是因為他們而引發出來的 是非跟麻煩 所以當這顆心出現在蒲藝宮 就要特別小心結交的朋友 或者是合作的夥伴 通常這樣的格局 比較不建議跟人家合夥 又是能夠做獨立性的工作 或者是創業 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接下來是破君心進入蒲藝宮這個位置 蒲藝宮他其實不只是解釋外出運勢的順遂 其實他也是我們內心的世界 蒲藝宮有破君心的朋友 在最初相識的時候 你會被他有氣質的外在所欺騙 只要你惹怒了他們 那後果會是讓你下掉下巴的 他們外在的表現 會讓你完全看不出來 他們的殺伐力量跟創新的魄力 破君心在蒲藝宮的人 經常要為了工作 讓他們四處奔波 以至於身心勞累 當運線蒲藝宮走到了破君心的時候 在那個運線 大多都會讓他有很大的變動跟改變 若是遇見了煞心或忌心 都是要特別防範意外所帶來的災害 但若是有疾心匯聚的話 這代表了說你適合外出發展 而且在外面是有貴人的提拔跟扶持 這樣的時運 若是能夠在外發展 其實會比在自己的家鄉發展 要更適合也更好 破君心呢 如果坐手到了極惡宮 它其實代表的是 你可能從小身體就不太好 而且也比較容易有一些消耗性的疾病 這顆心所在的位置 它所代表的疾病 那小姐在這裡讓大家大概的了解一下 記得要多提醒自己注意 然後可能發生的疾病是哪些 首先是隱胃、深胃、四胃、亥胃 這四個位置是比較要注意四肢比較容易受傷 再來是子胃 要注意的是泌尿系統的問題 那五胃是要小心面部跟頭部的受傷 醜胃跟胃胃是女性要多注意一下 生理期有延後的狀況 卯胃跟有胃是要注意心血管 或心律不整方面的疾病 成胃跟蓄胃是要注意腎臟方面的疾病 以上就是破均心在疾惡宫裡面 比較容易發生的問題 那請朋友都要多加小心才是 當這顆變化跟破號的心術 進入到了你的財博宫 那你就要記得謹慎的理財 好好的開源節流 還有財務的規劃 但我相信這些對破均心在財博宫的人 應該是根本做不到的 但還是要提醒一下 看看你能不能少花一點 當破均心進入到了財博宫 基本上就也不是少花一點這麼簡單了 花錢的大膽跟勇敢 是破均心一貫花錢的方式 你若是所在這個位置很好 那例如說紫衛跟五衛的破均 而工衛裡面還能夠有露存或畫露 再加上集心的匯聚 那你就可以豪放的揮灑你的金幣了 但若是沒有的話 小姐姐依舊還是希望大家能夠謹慎的理財 開源節流 還有財務的規劃 這對你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破均心在財博宫裡面 他代表了喜歡創業跟開發 那也能夠有多元化的經營方式 取得財富的渠道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多變的特性 需要注意自己在理財上 也容易有投機冒險 不節制 錢財來得快也去得快 而最終會有血本無歸 或者是負債類類的問題 接下來是子女工的破均心 他所代表的就是你第一 你的小孩子不會多了 當你有了他們 就是你人生奮鬥的開始 他們會讓你很努力的打拼 很努力的賺錢 而他們就是那個 既會花你的錢財 又不聽你話的小孩 你們的想法跟溝通 永遠都不會在一個頻率上 他們的脾氣很倔強 卻是很有創意的小孩子 但你卻是一個 中規中矩的老爹或老媽 那有了破均心的孩子的爸爸媽媽 記得要對他們多付出更多的耐心 來培養親子之間的關係跟感情才是 再來是破均心在夫妻公 那表示說戀愛跟婚姻的世界 你們總是永遠都喜歡有新鮮感 若是乏味可成 枯燥無味的感情對你們來說 那可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你們喜歡的對象 都是很有創意或者是很活潑的 這樣的對象 他們才會是最吸引你們的了 夫妻之間的駕馭感會過強 彼此需要多溝通跟多包容才是 這顆心坐手在夫妻公 一般來說小姐姐會建議 婚前多一些相處跟了解 結婚後多一些包容跟理解 這樣才是對你們最好的方式 接下來是破均心在兄弟公的人 他們跟兄弟之間比較容易有隔閡 相互之間適合各自發展 不是一合夥創業 免得彼此總是無法達成共識 而傷及感情 但若是兄弟公裡面有天葵心 天月心 化科心 化露心 跟化全心 這五顆心的話 你才能夠得到兄弟所給予的支持跟幫助 但若是煞心跟忌心來擾亂 那麼彼此之間的感情就會被破壞掉了 感情也會因為這樣子而疏遠了 那也很難得到彼此的諒解跟珍惜 這就很可惜了 以上就是破均心在12個公位裡面 所會呈現出來的狀況 今天小姐姐為大家做的是比較簡單的解釋 每一個公位都有它的複雜跟多面的性質 那相同的心術也是要彼此的搭配 還有心術在運轉的時候 自己的變化跟團隊組合之後 所會產生出來什麼樣的結果 每一個人都會不相同的 那通過這樣的運算 我們才能夠很細緻的去做命理的解釋 所以小姐姐在這邊只是用很初蓋 極簡單易懂的方式來讓大家聽得懂 當然若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還是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詢問喔 今天的破均心介紹就到這裡 那大家對於破均心有什麼想法 留言可以告訴小姐姐 我們留言區再見 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們下週再見了